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一幅董奇昌的书林远秀图 这幅画是他晚年时为病重的朋友袁可丽创作的 笔墨中饱含深情厚意 书林远秀图为纸本墨色 纵98.7厘米横38.6厘米 是中国明代书画家董奇昌的经典之作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书林远秀图的近景 以圆魂的笔触勾勒出错落的坡石 坡石上生长着松柏和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树 这些树木虽以简笔汇出 却姿态各异 高低错落 盎然呈去 画面的中景为空旷的水面 虽琢磨不多 却让水面上烟云流动的浩瀚之气 跃然直上 画面的远景是一座耸立的山峰 风下灌木林立 郁家衬托出山峰雄浑的气势 书林远秀图画面简洁捉朴 秀意空灵 在构图上 画家只用寥寥数笔 就把风摇水阔 树翠的美丽景色 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用色上 整幅画只以墨色 便营造出直尺千里之势 给人以深远宁静的感受 体现出董奇昌 空触有画的绘画风格 董奇昌是明末的书画大家 尤其擅长于画山水 在绘画技法上 他十分注重施法古人的传统技法 其绘画追求平淡天真的艺术格调 讲究鼻墨韵质 着中带绣 清俊雅艺 对明末清初的话坛影响很大 这件书林远秀 正是体现了他的这种绘画风格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董奇昌不仅擅长绘画 还精于书法 书林远秀图的另一精彩之处 便是他在山峰之上的提款 提款的内容为 所谓年队 所谓年阶 结还年凶 指的是董奇昌的朋友 袁可利 董奇昌与袁可利同年重磅 所以互称年阶 从提款中可以得知 公元1633年10月 已经退休在家的袁可利病重 其子袁书 也就是提款上的袁伯英上奏皇帝 想请假回乡探望老父 得到批准后 袁书在回乡的途中 顺路去探望了父亲的老友 董奇昌 董奇昌想念老友 特意画了这幅 书林远秀图 请袁书带给父亲 以表思念之情 这张画具体来说呢 构图主要取自 泥云林泥寨 那么近景山石树木 远景有远山村舍 中间有溢水相隔 显得呢 特别辽阔空灵 反映出文人的一种弹膜 宁静的心态 那么联系到这个 作者和受赠人的这种特殊关系呢 很可能呢 他也表现了一种 对于受赠人的这种思念 所谓茫茫一水间 相隔不能雨 这种很悠长的思念 也能表现出来 创作这幅 书林远秀图时 董奇昌已经79岁 他的朋友 袁可丽呢 也已经72岁 两位老人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彼此都十分想念 当董奇昌 看到袁可丽的儿子 又听说老有病重时 立刻饱含深情的 为袁可丽画了这幅 书林远秀图 那么到底是 一种什么样的友情 让董奇昌对袁可丽 如此挂念呢 董奇昌 上海松江人 官至礼部尚书 太子太保 他在朝政上 虽无太多建树 但精于书画 是明代最杰出的书画家 对后世的书法和绘画的影响 非常深远 袁可丽 河南虽洋人 官至兵部尚书 太子少保 他正直感言 非常有才感 是明朝著名的大臣 董奇昌 比袁可丽 大七岁 两人的家乡 远隔千里 却成为 相交一生的挚友 这背后 还有一段 感人至深的故事 有一次 董奇昌到 河南虽洋办事 走累了 在路边的一个 村熟 休息时 结识了一个 名叫袁可丽的少年 当董奇昌 得知 袁家清平 以无力供袁可丽读书时 他就把袁可丽 带回家乡松江 与自己 同吃同住 同窗共读 公元1589年 袁可丽27岁 董奇昌34岁 两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 同时考中进士 此后 董奇昌和袁可丽 同朝为官 在仕途上 同样历经坎坷 几起几落 休妻于共 明万里年间 两人都被贬回乡 后又被同时启用 在宦官 魏忠贤 横行的天启末年 两人又同时 受到排挤和迫害 双双辞官回家 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 董奇昌和袁可丽 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他们一个称为 书画大家 另一个称为 一代名臣 今天 在山东蓬莱格 避风亭内 袁可丽的 海事诗课史上 仍然可以看到 董奇昌和袁可丽 在事业顶峰时期的 合作之笔 诗课上 虽扬 袁可丽提 云间 董奇昌书的字样 被诗人称为 珠联碧盒之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当董奇昌 宝涵深情为老友画 书林远秀图时 远在河南的 袁可丽 却已经 于四天前 病逝了 他 没能欣赏到 这幅精美的画作 就 离开了人世 书林远秀图 后来被袁可丽的儿子 袁书珍藏 成为董奇昌 山水画中的代表作 董奇昌一生 秦于书画 又是高寿之人 所以传释作品很多 代表作有 房古山水册 西湖济油画册 书画合璧图 书锦唐图等书画作品 董奇昌的画作 往往临访宋元明家的画法 却不落苛旧 自成风格 画面强调写意 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仔细欣赏他笔下的山水景致 柔中有钢 清灵变换 体现出清卷秀逸的审美风格 纵蓝董奇昌的山水画 其面貌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水墨山水 比如书林远绣图 除此以外 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观山雪祭图 也是其水墨山水画的佳作 此画纵13厘米 横142.1厘米 画中山鸾起伏 林鹤幽深 连绵无忌 气势雄浑 此画用笔苍净老辣 默契浑厚 一气呵成 卷尾的行凯拔文 书体捐秀刚净 使画面带有浓厚的书卷气 正如中国清代画家顾大深在拔文中所写的 文敏莫妙 自成一家 董奇昌笔下的另一种山水画 是青绿山水 比如这幅现藏于中国吉林博物馆的书锦唐图 此画为卷本 色色 纵41厘米 横196厘米 是董奇昌山水画中比较写实的一幅 青绿山水 画面用色 古雅尘朽 山势 绵延起伏 树木挺拔秀丽 须实相应成趣 董奇昌山水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书画合璧 他每每画完山水都提诗文 诗书画相应成趣 非常抒情 成为中国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比如这幅书画合璧图 就体现了董奇昌书画合璧的艺术特色 画中的山石不以笔墨勾勒 只随云雾成形 其柔软温润的画风 给人一种云中漫步的美妙感觉 正体现了董奇昌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的绘画风格 书画合璧图中的书法用笔筋道 始终保持正风 少有持质之笔 在章法上 字与字 杭与杭之间布局 书朗云称 令人赏心悦目 从书林远秀图中 也可以看出董奇昌 书画合璧的艺术风格 其绘画部分 儒雅清秀 书法部分 用墨枯湿浓淡 尽得奇妙 表现出画家在山水景致 与李末书法中所追求的平淡天真之意 董奇昌的书法 综合了晋 唐 宋 元 各家的书风 自成一体 字体 飘逸 空灵 神气十足 备受历代 书家的推崇 中国清代的康熙 乾隆两位皇帝 就特别喜爱董奇昌的书法作品 康熙曾有一段提拔赞美其末迹 董奇昌书法 天姿迥异 其高秀圆润之志 流行于主末间 为诸家所能及也 乾隆皇帝 更是对董奇昌的书法 钟爱有加 总是将其作品放在身边 时常拿出来欣赏 临摹 由于皇帝对董奇昌书法的喜爱 使得清代出现了 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 其书画作品也被人们竞相收藏 书林远秀徒被袁可丽之子 袁书珍藏后 一直存放于袁家的藏书楼中 清朝末年 此画流出原家 如今成为天津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书林远秀徒 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董奇昌 如雅俊秀的山水化风格 和古朴飘逸的书法艺术 还见证了董奇昌 袁可丽两人 终其一生的真挚友谊 是一幅难得的书画真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